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儿子轮流陪樱桃香来上海做化疗 今年三月也一样 三月是新茶上市的时节 儿子为了照顾生意 在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回家 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上海 从记者对老汉的采访能听出来 这其实也是他的意思 樱桃香很在乎生意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 上海的情况和老汉妻子的病情会恶化的这么快 4月16日 医院来电 樱桃香病情突然恶化 这天上海日增3238 加21582 老汉立即决定动身去上海 那时候上海的情况已经很紧张 前往上海无异于在人潮中逆行 但他还是来了 好在他还是来了 陪伴了妻子走过人生最后20天 樱桃香最终在5月6日走了 第二天黄剑才拿到妻子的骨灰和死亡证明 拖着行李箱 走了7个小时抵达车站 到了之后也并不顺利 他没有抢到票 哪怕嘉林在努力 也低不过当时 虹桥站每天可发出的旅客指标 1100人次 1100人次 这对于常住人口超过2500万的上海来说 实在太少 就在一年前5月1日 媒体还报道了上海虹桥站的发送旅客数 37.2万人 这曾是全国铁路最繁忙的车站之一 如今在疫情之下近乎停摆 老汉等了一晚 从上海回长州只有一班车 他如果上不去 就要一直等着 好在8号下午 家人总算是给他抢到一张票 回家的高铁其实很快 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但为了回家 他步行了7个小时 在一个办事内的场所睡了一晚 拖着他亡妻的骨灰 在慌乱中折腾了两天 但这一切是值得的 他终于抵达长州隔离酒店 通过隔离酒店将妻子的骨灰交给儿子 他的妻子即将被安葬 而他却不能目睹这个传统的仪式 因为他要去隔离了 老汉是离开上海的先行者 10天之后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昨天媒体报道 一男子加价500抢到从虹桥火车站离开的票 近站要等两个钟 与此同时 警方还在打击黄牛 付某某加价2200倒卖两张火车票 魏某加价3500倒卖7张火车票 不知道那位加价500抢到票的男子 是不是找这位魏某买的 但这时候离开上海 谈何容易 有票仅仅是第一步 第二个问题是 要怎么去火车站 新闻报道了一则好人好事 5月17日 吴先生要从虹桥车站返乡 他当然是叫不到车的 无奈直下差点就要效仿黄建才 不行20多公里去车站 好在一位好心骑手大哥主动联系他 免费骑了20多公里 将他送到车站 骑手大哥说 能帮一个是一个 15号左右呢 说我要徒步20公里 从徐汇 至虹桥高铁站 因为没有车 一起期间嘛 然后的话 打车这边的话 比较贵 那个好心大哥当时看到了 他就联系我 16号凌晨 他就骑着他的电瓶车 送我到虹桥火车站 都是无偿的 大哥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吴先生和黄建才都是免费抵达车站 而更多人不得要乘坐要价500到1000的包车 甚至有人靠共享单车骑了大半的路程 南通人顾先生 三月来上海看病 在上海待到前天 他急着回单位上班 急着回去和妻女团聚 他人在徐汇区 只能步行大半的路程 走到闽航区后骑车到车站 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离开上海 最直接的原因是 他要工作了 他家中还有一儿一女 上有老下有小 再不开工再不到岗 收入将成为最大的问题 新闻晚报还采访到了一位年轻姑娘 这位姑娘也是为了工作 必须要离开上海 他花了900块找了辆黑车 将她送到车站 最终还是以10分钟之差 错过了当天的班子 好在他机智的提前买了第二天的票 作为备用 成功离开 他说很舍不得上海 但不得已也要离开 希望他今后的工作和人生 能够顺利一些 哪怕是成功抵达了车站 这些异乡人的冒险也还没结束 哪怕是能离开上海 也必须要抵达城市有多量感接收 在微博上有个不起眼的话题标签 叫做上海返乡互助 人们在这里交流着返乡信息 哪里能自费隔离 哪里是直接不让回 能直达的还好 如果碰上需要中转的 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 不仅需要考虑目标城市 让不让你隔离 还得考虑中转城市的政策 目前离开上海 其实并不是最佳的窗口 各地都是上海来人为高风险群体 一切措施一定是从严执行 如果是14天自费隔离 那少说也是大计千块 甚至上万元的成本 但他们还是要离开 各种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是像黄剑彩这样 必须要让妻子魂归故土 更多的则是为了生计 必须离开 在我的印象中 上海是能比肩纽约的超级都市 它有一种特殊气质 你在找不到比这更莫登 更是毛的城市 人们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来到这里 如今却带着狼狈拼命逃离这里 只有为上海给人留下的体面印象 是谁碾碎了他们的上海梦 又是否会有人为此负责 就在人们忙着离开上海时 新闻上播报的是上海即将解封的消息 他们说上海的烟火器又回来了 待到真正解封 还会有多少人离开上海 倘若只有1%的人决定离开 那也将会是2 30万人 昨天的新闻上说 16号离开的7000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前往武汉 南昌 广州等地 别的地方我不那么了解 但广州想必是欢迎的 几次突然的疫情大口 广州都抗住了压力 上次广州暴雨 政府房落工作做得也很好 好到被人举报 这边免费核酸是常态 我所在的社区 这段时间大约每两到三天 就会通知做核酸 一般公司附近也会通知免费做核酸 做核酸的医疗工作人员很多 下班的时候去 很快就做完了 这只是我的经验之谈 这是个让人安心的地方 在别的省市有体会的朋友 也请不吝留言 如今的上海 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会有更多的人离开 将来也会有人继续来这里追梦 如今的上海 让我想起张爱玲 曾写过的那个可怕比喻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蹲着 重重的把头隔在人们的肩上 口鲜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 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 压住了每一个人 只希望这两天的拼了命离开 永远不要再上演 不管是在上海 还是中国的任何地方 青龙视频中国那些事 最新中国热点新闻解析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